6237的安泰克 减支完之后 正常交易先跌再涨 6117的银广 卷支比高达40%以上 为什么都是在警示之后 会开始大涨 今天跟各位解密 看节目预约你的涨停人生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抽码 你好 我是谢一文 先讲一下今天的行情的重点 对我来讲讲盘的重点 大事实上就会在这几档股票上面 安泰克今天为什么能够涨停 减支之后为什么要先跌后涨 为什么跌停板打开以后 第二天没有锁跌停 那个是一个买点 这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另外恢复正常交易的6117的银广 为什么今天能够锁涨停 它重要的点在于哪里 这都是我们之前所买进跟追踪的股票 那当然这个先讲一下 这个今天股票上的重点 当然大盘还是一个行情上的重点 对整个行情来讲 今天的焦点在于哪里 航运类股 长龙不用讲啦 这个被ETF纳入 所以你可以看他投信 每天买每天买每天买 可是你看到万海跟阳明 阳明最近开始有点补涨 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投信一直在到 外资在买 土阳对坐 土阳对坐 那以这种形态来讲 尽量不要买在此时此刻啦 你说欧洲线大涨 你说报价带动所谓的股价上升 甚至于有这个力道在 我都没有办法去跟你辩驳 可是各位 今天航运的整体比重 已经占到百分 大盘的百分之十八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的过热讯号 我不是说他短线会怎么样 短线马上就要跌啦 这个行情马上就 这个航运类股马上就不好了 运费马上就掉下来了 因为有所谓的这个盟军要去 红海那边护航 所以运价暂时不会上涨 那个是我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 可是我们就股票市场上面 就筹码的流动 就资金的流动 我再说一次 货柜三雄航运类股 整个族群 他已经占大盘的资金比重百分之十八 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马上就要跌吗 不至于 所以连报价还是持续的上涨 或者是在红海那边的 所谓的这个航线的问题 纷争还是不断 或者是什么什么夜门右派军 又攻击了这个货轮 或者是商轮 我没有办法去预测这样的事情 可是各位 就我在股票市场 研究筹码的结果 你说他现在马上立刻就要跌吗 不至于 可是有一点很重要 重要的在于哪里 你现在此时此刻 你空手的人 你不应该去买他 更进一步的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你现在手上 有货柜三雄的人 你应该先做一个减码 大家都知道 知道什么 报天亮 报大亮之后不要买 可是真的你在陷入在其中之时 你会不自觉地告诉自己 有量有价 会不会还会继续购 好那所以我刚提出一个很客观的 历史经验的比例 航运类股 当它在大盘比重超过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二十之时 通常要么就是出现短线后震荡 震荡以后整不整理 当然要看报价 看后市的结果 可是就短线上而言 势必你要过一个关卡 什么关卡 短线交投 短线交易过了 所以各位 你现在去买阳明的人 我不赞同 你现在去买万台的人 我不赞同 我给各位 告诉各位 我们的理论基础 来自于所谓的成交比重 就过往的经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你现在此时此刻空手的人 你不要去买它 甚至于你首相持有的人 你可以做部分的解码 那解码不是没有试做 有股票给你做 还是有股票给各位做 你近期看到怎么样 电子股的比重 从60%以上 降到所谓的50几% 甚至于有一度在盘中 只流到50出头%而已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以现在电子股来讲 就整个大盘来讲 它就属于弱势 资金跑到传产 一下跑到钢铁 一下跑到航运 一下跑到防疫概念股 那你会觉得说 会不会那些股票 会取代所谓的电子股主流 或者是成为大盘上的这个 推升指数的焦点 我告诉各位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就整个 你就整个比重来讲 我们说全值比重来讲 如果大盘要推新高 那势必一定是要电子股 这无可厚非大家都会讲 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中间会有 这个插曲说 一下抢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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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的这边 多头行情当中 本来就会属于一个所谓的 类股轮动 有部分的股票休息 势必就要有部分的股票点火 如果没有点火 这个多头的火种会熄掉 我们现在讲多头 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是死多头 不是 空头行情也是一样 他也不会说专门跌电子股 他也会怎么样 跌电子股跌一跌休息一下 换跌其他的传产类股 所以多头跟空头的轮动 都是一样 尽是如此 可是有没有办法 主负异位 有没有办法说 本来是主流变的是 其他主流 不会 为什么 只会产生一个情形 在电子股里面 各个族群做什么样 做变动 有时候伺服器 有时候变伺服器散热 有时候变伺服器机壳 有时候变AI晶片 有时候变AIPC 有时候变MBPC 他会在这个里面变来变去 有时候电动车 有时候PCB 他会在里面变动来变动去 可是各位 大主流的框架之下 结构没有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就台湾来讲没有办法改变 你说国外我还不敢讲 对不对 以国内来讲 台湾最大宗外销出口的东西 占GDP 应该不能讲GDP 在外交的成交金额 出口贸易额来讲 一定是电子 所以各位 以科技业来讲 以整个台湾的总理经济来讲 没有办法或缺的一件事 就是电子科技业 所以各位 你说主流要异位 有点困难 所以各位当你现在看到 60%以下的比重 电子股的成交 当你发现 我们刚刚所说的 航路类股过热 钢铁类股过热过了嘛 对不对 过热完了以后 又重新回到电子之时 那个时候你再去布局 或许稍微会慢了一点 我为什么讲或许 你知道吗 有些个股可能还真的没有 涨在原地等你 在原地踏步 可是真的好的个股 在这个即将要转换 人家也会看 航运股可能开始交易比重 开始变太热了 很多韭菜都冲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退出资金 又回到电子股 当人家也会看之时 会找一步的去布局 好的电子股 我们应该这么讲啦 就是说 你到时候去买同样一档股票 你花的金钱 你花的钱 你花的筹码会比较多一点 那与其如此 如果现在的股票 在电子股里面 即将要怎么样 从航运 从传产 要转到电子股主流里面 在此时时刻 你先去布局一些 所谓的低档 有出买进 训练的电子股 与其如此 你不如就现在就先公布 不是先公布 你就先做买进 先做布局的动作 懂我的意思吗 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机档 好 回归到我们刚 节目一开始要讲的主题 安泰克 627都安泰克 为什么在 来 减资完毕了以后 停了10天 休息了10天 第一天打到跌停 第二天 差一点打到跌停拉上来 为什么这个是买点 来 理论上来讲 减资钱 有部分的散户会卖掉 结果减资钱大涨 对不对 我不想减资啊 为什么要股票变少 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把它卖掉 很多散户 很多投资人就会把它卖掉 减资后会不会有人卖 还是会有人卖 跟减资钱的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减资之后没有涨 我就把它卖掉 对不对 很多人都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减资钱 我不卖的原因就是什么 我就在等减资后会不会大涨吗 或者说我减资钱 我去做买进的人 我就在等减资后会不会大涨吗 结果我看它没有涨 我就把它卖掉 理论上减资钱减资后 大涨前大涨后 大部分会卖的人 都是投资人 可是你看它减资钱大涨 对不对 你对减资后 更抱有所谓的一丝希望 可能减资后也是会大涨 要不然减资钱大涨干什么 对减资后可能也会大涨 你会抱持这样的心态对不对 好来各位 先给你杀个一根杀个两根 第三天开始怎么样 拉尾盘 第四天休息 第五天涨停板 成交量大不大 不大 该卖的人都卖了 该下车的人都下车了 现在这一段 完全的筹码 大部分 我们讲绝大部分 都是来自所谓的 我们想说市场上的大人 这个大人可能是特定人 可能是大股东 可能是主力 可能是作手 可能是点点点点点 我不管 可是基本上 现在握有6276安泰克筹码的人 都是相对的安定 他一定看到后面有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安泰克之前做什么 他之前做散热机壳 他之前做桌上型的机壳 他之前做工业电脑的机壳 那公司啦 公司虽然没有讲出 他未来的主流产品在于哪里 可是我们试一下 去做侧面的了解 他开始在转向 所谓的伺服器机壳 也就是说 掌握安泰克 捡之前 捡之后筹码的人 不卖的人 势必他大致上 也是在掌握这一条消息 他也知道这一条线 他也知道说这个路子 对这家公司 未来的营收或者是产品 应该会有不错的影响 所以 他一直把它捏着 捏到 各位同学没有 现代每天的成交量 只有600多张 却能够所掌停满 完全没有卖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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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事情 我讲的 不竟然绝对对 或者是绝对准 可是我很大胆 先跟各位讲一句话 这个高点 绝不是此波段的高点 这个我敢跟各位讲 所以你现在手上有安泰克的人 麻烦你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 LINE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你想要问他何去何从 你想要问他及时的卖点 我就及时通知你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 但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手上有没有安泰克 好不好 懂我的意思吗 这次的高点绝对不是高点 以他这样的走法 以他这样的做法 以他这样的行为 这次的高点绝对不是高点 很有可能在解除警示之后 又有一个波 我们不敢告诉各位说到哪里 我讲的也不一定对 可是我敢保证一件事 我认为这个高点不是高点 我的想法是如此 要不然你来看一档 也是一样 饥渴的股票 617的银广 银广今天为什么能够涨停 它的涨停绝对不是产业面跟基本面 它今天的涨停是因为什么 今天被解除警示 本来是5分钟10分钟20分钟一盘 对不对被警示 今天一出关以后就涨停板 是什么庆祝什么庆祝光荣归国吗 不是不是 他在走什么 原来在走这一波段之后 突然被警示 也不是突然 也不是说突然 这个大致上算一下 你涨的幅度游戏规则一查 这个就要警示了 你发现警示之后 上下震荡没有大行情 为什么很简单 还是那句老话 在警示之时 主力不会怎么样 白木道那个时候去拉涨停 或者是杀跌停 对不对 那既然手上有货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至少要做一波段 上去 所以今天的涨停板代表的是什么 是这一段 没有涨的日子 被警示的日子 本来是应该要涨的日子 而庆祝 所以今天量小就能够锁涨停 几乎跟安泰克有异曲同工之妙 安泰克还没有解除警示 可是我认为安泰克可能在解除警示之后 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 什么样的情形 类似像这样子的行情 因为它该涨的时候没有涨 因为它该涨的时候没有涨 两间公司很巧 银广已经正式的介入伺服器的机壳 安泰克却还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 他接到的是散热的机壳 还是伺服器的机壳 但是我们常讲 机壳股有很多 比如说像秦城太高价我不买 银帮太高价我不买 所以我买什么 我买银广 我买安泰克 稍微中低价 股本稍微小一点 稍微价格稍微平民一点 可是人人都可以买得起 而且筹码不比那些所谓的秦城 跟银帮还要来得漂亮 筹码不比他们差 对不起 而且银帮秦城早就在年初年终之时大涨一波 可是银广却没有 可是安泰克却没有 我宁愿去选择这样子的股票 所以各位 如果你手上有银广的 如果你手上有安泰克的人 麻烦你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来告诉我你手上有什么样子的股票 跟谢一文谢老师同步操作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前两天在回档修正的时候 我故意不去讲所谓的安泰克 反弹上来的时候我也故意不讲 我等到有涨停板开始 我才要开始讲 为什么 不是说我告诉你说我有多厉害 你看我们视线就跟各位讲 我们说我们减之后 我们大家走着瞧 不是 是我故意不讲 如果很多事情我讲出来 我告诉各位 就好像有些股票 为什么我不给各位看 对 我们这样举例好了 比如说像昨天的利钦 我们说做短线 他就不说涨停 今天有没有资格涨停 今天已经涨到8%多了 早盘10天以前都涨到8%多了 要拉涨停板我告诉你一分钟的事情 拉到涨停板谢老师会不会走 我们就说做短线了嘛 所以我昨天电视上一讲 有人知道是利钦了以后 有特定能知道了以后 不拉涨停 所以为什么安泰克回档修正 反弹上来我都不去讲他 讲的怕影响行情 有时候分离师的困扰就在这里 股票讲得好不好很好 讲得准不准 前一天都跟各位讲了 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想法 跟目的讲出来就死 人家就 你就适得其反 我就不让你达成目的 对不对 我就给你涨个8%多 我就不拉涨停 我就不锁涨停给你看 我就不锁涨停给各位看 等到你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信心的 老师骗人 老师不准 怎么样 慢慢慢慢 好尾盘再给你拉上来 所以有时候 我不太想要去分析的 你这么清楚 只大致上告诉你说 我事先跟各位谈 我要做哪集党股票 就是这样子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样 就是这样子 尤其你踩到人家的尾巴 我拉股票给你赚了 怎么可能 哪有那么好亢 对不对 你免费来搭轿 是不是 不是 不會給你好日子過 所以各位 有些股票 我為什麼故意不是講那麼清楚 你要問 絕對問不倒我 昨天很多人來加入來問 問3346啊 問立青啊 問哪一檔啊 我都跟他講啊 我說你覺得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回歸到我自己的LINE 回歸到我的節目 或者是在我的YouTube上面 我都有講 我盤中就錄YouTube的時候 我就講了 我就跟我講短線上注意了 對不對 有時候真的不要講太多 講太清楚 有一些股票可以講得很清楚 什麼 太大隻了 音樂達 人寶 宏基 我的主流我還是 主力還是放在這裡 我的主力還是放在這裡 各位投資朋友 2353的宏基 你就洗 就給你洗 反正我不會走 我就跟鞭咬著一樣 等你打雷我再走 好不好 等你打雷的時候我再走 2324的人寶也是一樣啊 上上下下給你洗 給你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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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就要走 音樂達就要走了 我們說了嘛 大概一半的距離 除了這一根K棒大量以外 你看它層次所漲停 大致上也在這個價格 也就是說 如果在這一天買到的人 這一天沒有走 如果明天價位到 他會不會走 所以相對的這一根什麼 這一根漲停板也是一個壓力 這一根漲停板也是一個壓力 那大致上就是到這裡了 50 51塊 黑K棒的一半 黑K棒的一半 大致上我就不會去買它了 真的要買 我剛剛跟各位講的嘛 三寶裡面我們抓兩寶 三寶裡面我們抓兩寶 OK 另外 5425台半續爆 好嗎 3532的台勝科續爆 續爆 說什麼續爆 講講就很實在的話了 除了現行結構 除了籌碼很漂亮之外 年底華新科集團 華新集團 也可能會所謂的一個作價行情 作價行情華新集團是最難抓的 但是它是最 最會做的 應該這麼講 好你明明知道它的行情 那我們就稍微等一下下吧 好 反正現行也沒有破壞 結構也沒有破壞 籌碼也沒有破壞 量價關係也沒有破壞 好所以我們就等在那邊吧 好不好 好另外的股票來 6231的 6231的細微 其實這一檔股票很有趣 就是說 它大部分的營收就是來自3692啦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 它都是在 6231的細微 我不會做長波段的營運收 我都喜歡只有做3692 尤其在 12月份的營收是1月公佈嘛 尤其在公佈營收之前 前5天前10天 那時候去做它 可是今年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它好像提早 提早漲了 它提早漲了 提早漲就算了吧 好不好就算了吧 反正很有機會啦 我說算了吧 就是說我不會再帶新惠元去做它啦 我不會再帶新惠元去做它啦 你不拉回我根本理都不理你啦 我不想帶各位去追高啦 好那我們來講一下 昨天所講的股票好不好 比如說2421的見準 舊散熱的部分 這一檔股價真的很久沒有動 它是被之前增資所害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股價都是積弱不振 人家還有上上下下它是積弱不振 現在開始一舉突破它 你說它是走基本面嗎 它是走什麼 都不是 它其實是在走籌碼面 一大早就出現了所謂的加碼點 買吧 怎麼辦 昨天沒有買 今天就去追吧 就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3346的瀝青也是一樣 常上引線 它就是故意不給你鎖漲停 今天報一個稍微偏大一點的量 對不對 那我就不告訴你我的什麼動作了 好不好 你加入我的LINE我才告訴各位 如果你手上有的人 你知道的人我再告訴你 那昨天所講的 6799的來解釋一樣 橫向整理完了一段以後 又出現了帶量突破加碼 那這個波段會到哪裡 不知道 可是就法人的腳步來講 投信剛剛才回來買 所以我們也去買了一點 就這麼簡單 它比較高價 我就是屬於比較高階的會員 我才去買 不是說 而且重點是它量也不是那麼的大 它是今天量比較大 之前的量大概都是兩三千張而已 所以我帶特別會員去買 帶這個尊榮會員去買 那另外還有什麼股票呢 那這一檔股票 就會比較特殊一點 什麼特殊 就是量它不是很大 可是我還是要講 為什麼 因為這檔股票漲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廣告當中 先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回來的時候不要轉台 把我這一檔股票看完 聽完 或許你能夠猜得到 來 再見 不要再等啊 陳老顧瘋狂周年紀 感謝全國投資朋友 相挺二十年 你挺我 我更挺你 今天會給您超強大回饋 全滅 兩折 只要兩折 就是兩折 除了本檔 機會不再 刷刷線 02-2752-5868 2752-5868 陳東斗庫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其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陳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有一個公司 它剛從底部開始起漲 而且現在法人 大舉的去買進它 再加上它今年 年底 預估第四季 營收會創新高 到明年底 年中應該營收都會創新高 現在卻出現這樣的情形 快要出加碼 想知道這一檔股票的人 各位同志朋友 先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官方LINE 小老鼠小血的HOT8888 你就可以獲得這一檔股票 我們明天見 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